但我觉得你这二人也有好处 就是当初你先生追你的时候 可能给你惊喜是比较容易的 你怎么知道 就是求婚的故事 其实你们都听过很多 但是确实就是因为我 忽略了N多蛛丝马迹 导致那个求婚还挺成功的 因为她已经用了很长的时间 结合了我身边所有的人 去比如找马燕丽姐姐录VCR 然后跟我当时的经纪人去 就是设计我的路线 什么时候领我走 把我搁在什么地儿 你就站这儿 你别动啊 我去帮你找谁谁谁啊 我就真的像 就像那个孙悟空那个唐僧 就没动 花圈 对 我觉得我真的别动 当我在那个花圈里面 站着的时候 我真的看见我表弟了 我也真的看见我闺蜜了 然后我还问我经纪人 他们怎么在这儿 然后我经纪人说 你别管他们 我说好 这都没发现 这都没发现 还有他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 去做了一个 就特别用心的偏花 他真的好多次 就是比如我们俩正在聊天 吃饭的时候 他突然就跑到那个剪辑房去 剪东西 就这么多次 我就一次没发现 所以就当我的那个 当我的闺蜜 从角落里出现了 表弟表妹同事们 都从我的那个角落里面 出现的时候 我就表现得特别意外 然后我真的也没想到 所以你看 我们的很多女孩们 如果你在抱怨 你这个男朋友求婚 好像仪式感不强 不成功的时候 你自己检讨一下 说明你还不够糊涂 你再糊涂糊涂 就很成功了 真的是 最大条的一件事就是 今年是2022年 对对对 是我结婚了十周年 但是在这过去的十年当中呢 我一直没找着 我的结婚照在哪儿 就是结婚照都能找不着 然后在这过去的十年当中 我也就是想过 因为一张也没有 其实也不行嘛 这结婚就白结了 这太不行了 不是 就白结了也不行 然后我就找到 当时给我拍照片的人 我说我结婚照没了 你那儿有没有 他有 人家还挺细致的 对 过了些年呢 我又问一遍 我说我那结婚照 你那儿还有吗 他说还有 我说那我给你买一个硬盘 他说我给你寄过一回 我说我也不知道 硬盘去哪儿了 又寄一回 反正这事已经两回了 但是第二回的硬盘 我也还是没找着 所以就是到现在为止 我要是想找一张 我结婚的照片 还得在网上搜 孙茜 孔格 结婚 然后出来一堆 带水印的照片 我就得从那上面 就是下载我结婚的照片 对 我明白了 你确定你结过婚吗 你这个不是记错了吧 我现在只能通过 网上来搜一下 确定确实结过 听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跟这个锦西姑姑 那种心细如真 很有诚服的性格 那是真的不一样 你这样一个性格 当年去塑造这个锦西姑姑 这么思维缜密的这么一个人 你一开始有没有点抵触 我之前也不知道 她为什么让我演锦西 我觉得就像 以我当时的性格 就是要么你肯定会 让我演像唇儿这种 就是反正也什么都不在乎 又好吃这样的 只是锦西性格上 确实有很大的这个出入 完全违反你自己的这个本性 你怎么做到的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老师就讲最好的演员 就是艺人千面 我很想演跟我自己 不一样的角色 我刚大学毕业 自己刚大学毕业 还演一个那个 17岁孩子的妈呢 当时同学们都说 你怎么那么敢演呀 你会有挑战 我说导演都敢让我演 我有什么不敢演呢 对 我演锦西其实唯一的一个 抵触就是 当时在试妆的时候 我听见那个试妆的老师 跟人家那个化妆师说 他演一个老嬷嬷 别给他画好看 给他往老了画 眉毛别画 眼线别画 口红也别弄 我当时听完以后 我就难过了 我觉得那得多老啊 就是要克服一下 自己心里面这种感觉 对 就是爱美的心 其实想想那也是不对的 因为塑造角色嘛 但是后来还是就接受了 对